一天的健康就從蔬食開始 歡迎收看蔬食夠健康 觀眾朋友我們今天要做一道 比較特別的一個北方菜 叫做五彩 和菜 蓋茂 什麼叫蓋茂呢 我們邀請到的是 朱雅賢老師 是 主持人好 老師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簡單 你今天這個好素 是 很簡單 因為這些 我們家冰箱通通有 對 就是很基本的健康蔬食 所謂的五彩就是五個顏色 五個顏色或者是五種食材 我們稱為五彩 那就這麼樣簡單 然後就可以做成一道 很特別的一個叫蓋茂 對 所謂的蓋茂就是 我找一個東西把它蓋在上面 叫做蓋茂 也對啦 對 那我們可以 比方說我們用蔥油餅 用烙餅 對 然後或者是我煎一個蛋衣蛋皮 所以你意思是說 就是一些盒菜嘛對不對 對 盒菜 然後一個東西把它蓋上去 對 所謂的盒菜就是食井菜 對 食井菜然後我們怎樣去配色 然後怎樣去搭配 讓它健康 讓它口感 所以等於意思是說 我不用局限這些 不用 對 真的不用 不錯 如果我們喜歡 我們比方可以加個豆干 對 就優質蛋白質 是 加個豆干 然後或者是我再加其他的菇 好 那要怎麼做呢 感覺很簡單 很簡單 對 那我們就是春蟲比較 需要技術性的 對 因為胡蘿蔔它 我喜歡 我非常的喜歡胡蘿蔔 所以老師你今天這道菜 是要把它都切絲囉 對 全部都把它切成絲狀 你很喜歡胡蘿蔔 是 很多人不喜歡胡蘿蔔你知道 因為它的維生素A 含量豐富 那胡蘿蔔鞏固眼睛 對不對 然後還能鞏固牙齦 牙齒 所以我非常的喜歡 所以老師的訴求是要健康 對 你既然都要做菜了 是 既然都要吃 那我們除了膳食纖維要補充 蛋白質要補充 那我覺得全方面的營養元素 都要補充了 所以就把它切絲 不過這道菜其實我覺得在 一般的餐廳比較少看到 對 它一般都在北方的麵食館 現在北方麵食館 越來越少了 因為有人習慣過去 我們會叫個蔥油餅 來加餅 然後包菜 對 可是蔥油餅包菜 捲餅 我們通常都只有煎蛋 蔥油餅加蛋 對 沒有 我所說的就是比方像牛肉捲大餅 是 蔥油餅我直接合菜放著 直接捲起來 它就是一個實錦菜 所以觀眾朋友老師今天教這一套 它上面是蓋一個蛋 所以老師額外告訴大家說 你可以蔥油餅 還有什麼潤餅皮 對 沒錯 蛋餅皮也可以 可以 是 沒錯 這樣子我們整個捲起來 它就完全有不一樣的吃法口感 比方我們用潤餅皮 那我們就再撒一些花生粉 老師你連切菜都要弄得這麼漂亮 可是你這樣子切 它就會很順的一直可以切過來 是 它就會跟著走 對 所以老師切菜就很漂亮 感覺像在表演 你看那個筍子把它疊著這樣子 平平的 對 好漂亮 因為我們在家裡常常都會講說 就把它疊成一疊 我一刀可以切多少算多少 你怎麼知道我就是這樣 我沒想到老師剛剛是擺平的 所以我很認真的這樣子看一下 其實 好 這個我簡單解釋給你聽 我把它攤開成斜的平的拉紙之後 它的堆疊的厚度沒有那麼厚 所以當我在撕粒在切的時候 它不會跑 對 它不會滑動 它不會跑 所以它全部都可以在我的掌握裡面 所以這樣會比較安全 對 一 安全 然後二 因為它不會滑動 所以我不會去追 那我們堆疊厚的地方 其實它會有點重疊菱形 對 所以那個其實我們並沒有比較好切 所以難怪我們只是懶 覺得自己這樣切 好像只要五刀就可以 可是事實上老師說也沒錯 難怪我們切出來就沒有那麼細 而且大小會不一樣 而且比較容易切到手 因為其實切菜的重點不是在右手 是在左手 你要把食材固定好了 食材不會跑 那我們就可以穩穩的下刀去切 那木耳老師是捲起來 對 捲起來 因為它會攤開 所以我把它捲起來之後 它就會變得不會跑 對 然後每一個 你看就很精緻 而且你看老師手就是慢慢的 對 就慢慢退 慢慢退走 那我所有的食材 我就可以全部都把它切完整 真的切得很漂亮 而且最重要老師說 它不會跑 然後它就很安全 對 所以你的手就不會受傷 最主要是不會跑 一般會被切到手的原因都是 食材會滑掉 然後我們開始追它 那我們開始追它 結果左手追 右手也追 然後拿刀的去追 沒有拿刀的就會被切到了 是 真的 你看老師切三個東西 我們看下來 觀眾朋友不知道有沒有 學到老師的一點小技巧 這個可能你在網路上看食譜 大概就看不到 不會有人跟你講這一些 就是實際操作的時候 真的是要看 要看著 然後我看食譜都只知道切絲 其實在切每一種食材 它都有一點點的小技巧 是 所以老師把它整個攤開 我真的覺得 這個方式好像感覺還不錯 它會比較 我們比較好掌握 所以你看 我們沒有去廚藝學校去學 其實看便室就很學 真的 然後老師在切那個 如果是我的話 我可能就是給它對切 切開 然後用手去把它拔開 對 然後老師就這樣子 片一圈就好了 你看多優雅 直接就連同心跟紙 全部都把它去除 這比我們女生在做還要優雅 可是我發現 女生在廚房都不優雅 因為就很緊張很急 因為熱 對 因為熱 而且很急 然後等下那個瓦斯一開了之後 那個油 就更急 對更急 其實這真的不用急 真的 這些我們就是只要知道藥瓴 然後就簡簡單單的就 所以你看老師今天把切菜的藥瓴 都告訴我們了 然後我們就發現其實 五個食材我們就這樣就切完 然後五個顏色就出了 金針菇不用切 對 金針菇不用切 撥一撥就好 是 好 我們這邊就可以開始開火 然後這邊下油嗎 對 下油 好 來 夠嗎 下油之後 來 因為都是蔬菜 好 好 下油之後 需要炒的食材 那我們過去的習慣就是 全部都倒下去 該炒的也炒 不該炒的也炒 該炒久的炒不夠久 不該炒久的炒太久 對 我現在就想問這個 所以哪一個要先下去 其實 以順序來說 第一個要炒胡蘿蔔 它的β胡蘿蔔素跟維生素 我們先把顏色炒出來 可是老師我們這個不爆香 不爆香 那會不會不香 不會 因為我的食井蔬菜夠 而且我要吃筍子的原味 所以反而你不要用蒜頭 什麼去爆香 如果我們喜歡蒜頭可以 那因為合菜蓋茅 我希望吃的是蔬菜的原味 是 所以然後再來就是 紅蘿蔔絲要先下去 對 因為 它一 它比較硬 二 它有胡蘿蔔素 它是要跟著油先走的 所以下去之後 我們不要急著去動它 那它那個就是胡蘿蔔素 釋放出來在油脂上 它有點紅紅的 它就會有香味了 對 它本身就有香味 接下來我們把筍子 跟金針菇下鍋 筍子的香味跟菇菇的香味 自然就會出來 它就有三個很漂亮的香氣 接下來換彩椒 彩椒 其實彩椒 西山喜歡吃爛爛的 中山喜歡吃脆脆的 對 所以我取中間 所以我彩椒放在後面一下 黑木耳其實 本身它涼拌就可以吃了 對 所以這三個食材就是最後才下 了解 這樣觀眾朋友應該聽得非常清楚吧 紅蘿蔔先下 是 這樣的話 我們 一 它可以炒軟 那二 它的顏色會很漂亮 對 而且你在鍋子裡面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老師的每一個絲 幾乎大小都差不多 是 真的 所以就是要像老師那樣講 固定住 然後慢慢切 對 真的慢慢切 不要擠 然後不要疊後 疊後其實我們反而不好掌握 而且你看老師 東西下鍋之後 還可以一直跟我們講話 他都不理它 因為他說 老師你說 就是要讓它 它要冷鍋冷油 然後下食材之後開火 當溫度上升 油水它自然會有反應 所以我藉由 這個油水的起泡程度 我來判斷鍋子的溫度到哪裡 然後老師也不會一直去撥動它 不用 因為過去我們的中華炒鍋是煎的 對 所以我們三煎時的習慣 是一直撥 那現在的鍋底都是平的 所以其實我把食材鋪平 它就全面再烹調 所以它瘦肉會比較均勻 對 而且它速度會快很多很多 速度反而快 因為以前我是只有靠中間的火 現在我是整個全面鋪扛 所以我以前撥兩下 現在可能我只要撥一下 是 所以大家 應該家裡面也很多人 都有這種平均對不對 是 所以方法其實真的是要不一樣 現在熱鬧起來了 它熱鬧起來 我們又發現我們的胡蘿蔔變軟了 對 我們輕輕不動它胡蘿蔔會轉彎 油也全部 它就很平均了 對 也變色了 對 它就開始 然後β胡蘿蔔釋出來 接著我們就趕快再把筍子下來 老師 剛剛已經先把順序 跟我們講好了 第二個就是筍子 對 然後金針菇 然後很特別的 當我們筍子下鍋 筍香就會跑出來 然後我的習慣就是下鍋之後 把食材鋪平 鋪平 因為它要均勻受熱 對 它才會快 對 然後鋪平之後 過一會兒我們就會聞到筍子的香味 其實我覺得筍子是一個很好的食材 它沒熱量 纖維又多 對 太好了 對 這道菜 如果在控制體重的 超棒 是 而且還有健康油脂 最後加一顆蛋一的時候 又有優質蛋白質 這真的是健康滿分了 現在大部分的人我覺得其實 如果會在家裡 健康概念都很足夠的 我們這樣子 筍子的香氣也出來 胡蘿蔔的也軟 然後接著我們把金針菇 鋪在上面 因為它預熱它就軟了 是 預熱軟了 它的水分就跑出來了 它跑出來之後 它又滲到下面跟油脂在一起 它就整個結合 所以我們完全都不要加水 過去我們的習慣 到這裡差不多加水了 對 菜不太難加 所以這樣子它所有的食物的原味 都在 對 全部都在鍋子裡 是 過去我們習慣拿煎熄 其實根本不需要 我們就這樣把它 鋪平就好了 整個鋪平 然後把它攪拌均勻 你看那個油 有沒有變色 它沾在那個 食材上面就知道 筍子上面就知道了 它自然而然 你看我們鍋底的油都吃掉了 而且這樣子 剛好那些紅蘿蔔絲就很漂亮 對 因為其實我們過去都太講究無油 所以食材都澀澀的 對 那有些食材它就是要吃油 你看它無油 它怎麼可能做得起來 而且就會相對有時候 會比較沒有那麼 香氣不太夠 對 是 所以老師一開始用紅蘿蔔絲下去 然後把那個香氣跟那個油脂 把它 先炒出來 就是結合起來 對 我們先把它帶出來 是 這邊我們就開始有聞到 胡蘿蔔 金針菇跟筍子 三個食材的香味 有時候我們就會覺得 怎麼就是在餐廳吃的 就是特別好吃 真的是這樣子 其實都是一個小技巧 對 小技巧 那我們這邊整個 食材都好了之後 軟了 接著我們把它採椒 黑木耳 就可以同時下去了 對 全部都可以下鍋了 這一道菜真的是 一上桌其實就可以是一道菜了 是 它就非常地繽紛 然後這裡 感覺又漂亮又好吃 因為它這樣子太單調 所以我準備一點點的醬油 因為醬油有個釀造的豆香味 所以我帶一點點醬油香 因為食材本身有水 所以我藉由食材的水分 少量的鹽巴 對 然後少量的白胡椒粉 老師 用醬油一點點 滿特別的調味 它就會帶一個醬油香 可是它不會讓它變色 對 不會 它不會變黑 對 但是它裡面有個醬油的豆香味 那你發現這個食杞菜 這樣子我炒起來就整個都完了 好漂亮 所以我剛剛想說 你怎麼會下醬油 這麼白白的蔬菜 可是真的是下了一點點醬油 它沒有變色 對 它的醬油香 而且那個香味就出來了 香味完全不一樣 還有那個胡椒 對 這個 太讚了 我們過去炒菜都太習慣加水了 所以食材都會把它炒爛 所以絕對不行 現在這樣其實就全部都融合在一起 是 那你就剛剛已經 趕快 然後我們就可以準備 把盤子準備出來 是 既然叫盒菜蓋 所以我們等一下 因為還要再蓋一片蛋液 所以 所以我們的盒菜 可是我覺得這樣子就已經很好吃了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盒菜 放在中間 對 把它正中央 我覺得如果家裡面其實 炒一盤這樣子的蔬菜出來 也非常棒 食井蔬菜就很棒了 對 是 沒錯 而且全部都一絲一絲的 光老師這樣子的擺盤 就已經很漂亮了 你看這鍋子裡面的那個油 就是那個胡蘿蔔素的顏色 對 是 那我們把多餘的油脂 擦掉就好了 把它擦掉 對 多餘的油脂擦掉 然後先把它補關掉 所以這個鍋子就直接煎蛋了 對 我們就直接拿來煎蛋 又神洗一次鍋子 所以這就是不沾鍋的時候的好處 真的 這就是不沾鍋的好處 沒錯 因為這個時候 你很熱的時候 你放下去洗 其實反而鍋子容易壞掉 傷鍋 因為它有熱上冷縮的問題 對 我們把上面多餘的那些油脂 全部都擦掉 因為它鍋子變身很熱 對 所以我們這邊來一點點的油就好 好 一點點 一點點的油 這樣夠嗎 夠了 因為煎蛋衣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真的一點點 今天我如果油太多 蛋衣是煎不起來的 可是不就是要比較油嗎 不行喔 蛋衣它只能薄薄的一層 所以我這邊只能把它平鋪薄薄的一層油 這樣都還鹹太多 所以搞不好就是應該是類似用油刷的那種 把它刷一層上去 油刷都還太厚 真的啊 油刷都還太厚 我們只這樣少少的一層油 這樣不會沾 不會 我們把四顆蛋 四顆蛋把它打開 要開火嗎 還不開 還不開啊 因為我的鍋子是熱的 對 我是真的很認真問 因為我想開火 還沒 所以老師說這個時候其實不能開火 因為下面有節能板 而且鍋子還很熱 鍋子還是熱的 我們剛剛只是插而已 是 這個蛋也不用調味 不用 因為我們的蔬菜有調味 蛋一下鍋之後 從旁邊下 從旁邊下 然後輕輕地開始轉 不是從中間下 然後蛋衣 絕對不要從中間下 對 要是我就會從中間下 因為從中間下的一剎那間 中間的那個蛋皮一定很厚 是 那它就會變成一個很厚的蛋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是輕輕轉 輕輕轉 你會發現 預熱之後 蛋衣越來越不轉了 對 然後老師都還沒有開火 就不理它 就放著了 兩個訣竅 這個真的是原本的鍋子 沒有開火 油藥很少 是 然後再來老師從旁邊下蛋液 它就轉著這樣子平衡的 真的 對 這一招要學起來 然後到現在都還不開火 都不開火 一直 一直到 你看它這邊開始有 有微微地翹起來的時候 我們才開始開火 還要開火 一點點 就是我要讓蛋有點 來 像這樣子 這裡 對 因為這邊蛋皮有一點點的翹 這裡 對 分開了 這裡 這樣子 對 然後這邊我們才開小火 這太重要了 對 我們開一個小小的火 這個火候的控制太重要了 那它會越來越翹越多 你開小火還是不動它 這邊現在也玻璃了 對 它慢慢就開始玻璃 玻璃就是我的蛋已經凝結了 是 那凝結現在是下面那一層 我要讓它 希望它有個很漂亮的金黃色 所以你後面開火是要讓它有顏色 對 然後我要讓整個蛋液全熟 我不要吃半身不熟 因為以安全起見來說 對 那這邊我們會發現 其實每個地方都開始有 對 這邊都已經 對 分開了 像這邊 這樣它每個地方都開始有翹起來 對 然後不要急著去撥動它 不要硬去把它拉起來 好 它凝結了自然它就起來了 這太厲害了 這一招 你看 很認真在看 這樣 它每個 每個部位它都會翹起來 連煎個蛋皮 其實也是有那麼大的學問 是 其實都是一些小技巧 對 每個好完全都是一些小技巧 真的是很小的技巧 很精緻的技巧 可是這等一下就不一樣了 對 因為你要蓋帽 所以其實這個是重點 對 所以它要可以 它要可以 我要可以這樣子整個拿起來 好漂亮 對 那它下面真的就那個 褐色就出來了 是 它就會變成 這樣子 一個煎蛋一個焦褐色 那我們必須要讓它熟 我們才拿得起來 對 像這樣子 所以老師說你在剝的時候 其實不要用力去扯它 對 不要扯它 就讓它自己完全凝固之後 它就拿得起來了 是 所以我們現在是開小火 對 那我們發現整個周圍 全部都翹起來了 對 現在關火 我們用餘溫 讓它整個完全熟 還沒有要熄 再開會焦 然後接著我們用湯匙檢查 這些蛋 是不是都熟了 對 那比較講究的人 會翻面再煎一次 那翻面再煎一次 其實對一般的家庭主婦來說 我們技巧的人不行 太難 對 所以我們就是一定要把它煎到完全 這個蛋全熟 所以你看老師現在是關火 然後讓它就是余溫 讓它全熟 是 再去燜它 對 沒錯 那全熟之後我們在起蛋的時候 對 我們可以用前夕 好 對 那是黑色的前夕 對 它是最安全的 是 那我們直接從這邊 然後直接下來 然後這個蛋皮就起來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蓋過來這邊 好香啊 好香啊 真的好香啊 它就是一個漂漂亮亮的蛋衣 就蓋在我們的菜上面 原來煎蛋有這麼大的學問 對 就這樣 它就是一個核菜蓋 這個很像一個新娘的蓋頭一樣 那 這樣太單調 我以為你這樣就要出去了 沒有 這樣太單調 所以我們幫它做一些造型 對 這一道好特別 我剛剛想說 這一道 有什麼了不起呢 你就是炒一些 實際蔬菜 炒一些菜而已 原來煎蛋的技巧是這麼重要 是 這個下面如果蓋個炒飯也不錯 也可以 是 那你 又把它這樣子切開 真的感覺就是你要把它 輕輕地剝開 輕輕地剝開吃裡面的東西 然後裡面 裡面的那些核菜 它就若隱若現這樣子 對 那我們今天 比方說我們今天要請客 對 那我們還可以再把它打開 做成一個像太陽的造型 你說就真的把它剝開 對 真的拿捲開 對 原來一個 這麼樣感覺是 真的是很樸素 很 很不怎麼樣的菜 結果 那個蛋皮加上去就 超過一百分了 它的感覺就 比較不一樣 對 對 那我們就是可以把 這個蛋衣這樣子 把它捲下來 現在這個感覺又有一點在 掀開那個新娘的那個 頭沙 對 頭沙那種感覺 你這樣打開之後 就不一樣了 它就 食材之後就跑出來了 對 剛剛覺得就是一個家常菜 對 那現在就是宴會菜 它就是一個炒食景蔬菜 對 現在這個就是宴會菜了 對 好漂亮 然後我們就是 最後我們可以放上 一些簡單的 完全變身 對 簡單的一個裝飾 就整顆給它上去 對 這麼豪氣 因為你切下去其實不好看 對 所以整顆給它上去 是 這真的是感覺 這樣子其實就已經是一盤大菜了 對 是 它就是一個很簡單 太厲害了 太厲害了 觀眾朋友 我們五彩 盒菜 蓋帽 上菜囉 一個簡單的蛋皮 然後就是家裡常備的食材 是 把它做成這樣子的菜之後 然後你看這個蛋皮掀開來 應該就是要這樣吃對不對 對 它是整個搭配著 然後把它蓋著 然後包起來吃 對 而且這個蛋煎得真的好厲害 觀眾朋友有沒有學到 這個蛋的煎法 太厲害 就像一個蛋捲一樣 對 你看 就這樣子把它捲起來吃 脆口 對 它有口感的 對 它很脆口 外面又有一個蛋衣的蛋香 因為老師把它全部都切成細絲 是 然後跟金針菇 裡面就是會有很多不同的口感 脆 口感 味道 脆 Q 對 彈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蛋好香 很特別的 其實很簡單很簡單的菜 其實這些菜我們冰箱一定都有 非常簡單 一定冰箱也有 是 可是你把它做好這樣子之後 然後 沒有錯 像老師這樣切 然後就是把它掀開來之後 感覺我覺得就是一個 另外有個儀式感 很澎湃的 就是很高級感的感覺 對 很正式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如果家裡面 假設端出這一道菜來 每一個人一定會先 WOW 對 不知道該從哪裡動手 是 所以它不但可以當作家常菜 其實彥客菜 我覺得可以 絕對上得了檯面 對 非常謝謝朱老師 不會 謝謝 帶給我們這一道菜 舒子口健康 我們下次見 拜拜 убий人 對 沒有 真的 甚麼 美國